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你与亲爱的家人一起出外度假 却在过程中遇上了不速之客 他们一见到你们 就直接开口要求 要嘛世界末日 要嘛就你们之中 选一个人来献祭 你会怎样选择呢 嗨 我是嘉一 不只分享各类电影 更希望提供给大家再多一点的观影感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敲敲门 剧情讲述温一家人 开开心心来度假 过程中却遇上了一个壮汉 他直接了当告诉男主们 他们三个人之中 只要有一个人自愿牺牲 就能够拯救世界不会毁灭 但一般人怎么可能会相信 直到他们目睹 世界逐渐崩坏了一刻 他们内心开始动摇 决定改变这失控的世界 相信大家对奈沙玛兰这位导演 有一定的了解 1999年 以灵异第六感为名之后 后续有分裂 益裂 鬼老等独树一格的作品 是一位风格极为独特的导演 这次他将带来敲敲门 一部你看预告片 完全摸不透剧情走向的电影 首先来聊剧情吧 透过同志家庭与领养孩子的设计 很明显便能够感受到 本片想要探讨的议题颇多 在剧情推进里面 能够发现四位审判者 分别拿着不同的器具 脑筋动得比较快的朋友 应该能够猜到 他们就是所谓的天启士奇事 天启士奇事的解释 普遍被认为 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 即便电影每一位骑士的死去 并没有完全相对应 应该要发生的现象 可他们的出现 也在提醒着我们 当人类总是想满足自己的私欲 却忘了全世界的时候 早晚有一天 我们会被自己的选择反噬 而在天启士奇事身上 我们能够发现一个特别之处 那就是四个人并不全然相同 无论是体态、身高、甚至种族等等的 都能够一眼辨别不同 或许这样的设计 便是在探讨各种的宗教团体 对于不同文化或是价值观的偏见 来展现其根深蒂固的奇事 接着来问问大家 在观影过后 是不是真的意识到 这几年来世界真的变得许多 无论是新冠肺炎、文士效应 再到气候异常等等 这些事情的发生 都跟我们平常的所作所为 脱离不了关系 当地球不断发出警讯 提醒我们该停下脚步的时候 我们真的有意识到其严重性 还是继续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 口袋继续赚饱饱 不断伤害我们居住的环境 直到一切失控后 才在那后悔莫及吗 电影除了不断透过各种的灾难画面 高知观影的你我 地球状况正快速的恶化之外 也提醒大家 只有当你我愿意牺牲一些福利 从少吹冷气多种树 再到减少碳排放等等 这个地球才不会因此毁灭 最后电影有特别提及 耶和华的见证人 相信有不少朋友没有注意到这段 其实这句话会有意思的 耶和华的见证人 其实代表了异端异词 他们以圣经为依据 大幅度的修改内容 只为迎合自身的错误教义 而非建立在正确的圣经基础上 如果听完以上的解释 还是不太懂的话 那举个例子还好了 今天你上了一堂数学课 老师教久久惩罚表 当大家都学正规的方式 解数学的时候 你却嫌这个方式不对 觉得自己才是对的 于是决定 以自己的想法 撰写全新的数学公式 这样能够大致理解 前面解释的意思吗 总结 悄悄们 是不可看可不看的电影 本篇有着极为难懂的内容 如果不善于边看电影 边找重点思考的观众来讲 悄悄们会显得非常无趣 甚至到无法理解的状况 在观影前 如果能够多懂一点圣经的话 或许观影感受会更好 也说不定哦 我是嘉宜 我们下部影片见